这个是到青乃路上看到的一个寺庙 已经一直路过没有进去 这次进去看了一下 里面是破坏的 就是并没有什么东西 外面呢其实也可以看出来 也没有人打扫 已经有些东西是坏掉的了 有一些动物的像 像是蛇之类的 我不是恨懂佛教里面 为什么会有很多那种 像蛇啊 一些的图腾 其实我觉得 泰国的宗教 虽然他们是佛教徒 佛教是他们的国教 但是我也能看到一些 很奇怪的一些死面 这里是泰国的稻田 金黄色的 成熟了 我现在是给你拿着 我都在拿着 我找你拿着 帮我来拿着 你拿着 我把你拿着 你拿着